下面是有關於反射的計算 反射的計算 回聲跟原聲的間隔要在0.1秒以下就聽不太出來了 要超過0.1秒 如果聲音的速度要340 請問你要多長 它才會比較明顯 好 速度呢就是多少時間多少距離 距離處理時間叫做速度 回聲要過去然後怎麼樣 回來要來回 這個0.1秒是什麼樣 來回的時間 那來回走了幾趟 兩趟 所以長度是L現在變成多少 2L 2L算出來最少要多少 最少要0.1秒 OK 所以呢 就要比0.1秒大 算完要大於17公尺 所以答案要超過17公尺 回聲才會明顯 這邊的重點就是那個兩倍 去又回來 所以有個2 所以算出來答案經常要除以2 但是同學的問題在 經常是一開始的時候忘了除以2 後來是不管怎樣通通都除以2 那都不對 你是要知道怎麼回事 來回 那當然要除以2啊 做單趟呢 就不用了嘛 所以要看題目怎麼出 我們當晚會跟各位講到一件事 就是另外一個比較複雜的例子 會跟各位要注意什麼事情 那時候他跟你說 然後就是這樣子很簡單 那麼這個下一個就是你們的練習 這個就是目前聯考程度會有的考試 就是我待會有一些複雜的例子 你們在參考書上還會做到別的複雜的例子 那原則上到聯考程度就是會考程度啊 到目前為止只有這種 對一個牆壁 啊一聲 2秒鐘聽到回音 請問你距離有多遠 聯考程度只到這裡而已 就這樣子 海面上發出一個聲波 兩秒鐘收回聲 請問你還有多深 假設速度是一千五 就是聯考程度就只有這種程度而已 聯考程度就只有這裡 然後你們有在參考書上 還有我待會舉一個複雜的例子 啊 多少咧 多少咧 可愛小女生嗎 小男生二十號 二十號 二十 多少咧 你說什麼 一 你當然選C喔 你選的是C喔 請坐 你選C 一 好 速度就是這樣嘛 距離除以 時間 所以呢 距離就是速度乘以時間 然後呢 一千五呢 就乘以二 兩秒嘛 這多少 三千 但是三千是什麼 去更回來 所以有幾趟 兩趟 兩趟 所以要除以二 所以答案就一千五 就剛跟你講要除以二就在這裡 要除以二 所以一千五 C 好這就是最簡單最基本的回聲的問題 也就是聯考到目前為止 就是學測會考啦 到目前為止 程度也僅止於 尺 就知道會考有多簡單 會考有多簡單 那我們當然會做一個比較複雜的例子 再說 OK 這就是我們的簡單基本計算回聲的例子 不道謝 微笑 难道